这是我第三篇的赌场舞蹈了 据你我上一次去赌场下注呢 已经隔了很多年了 几年前呢 我和朋友就约了去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玩 我想去玩一次21点 提前我还做了点功课 你和赌场赌21点 这个游戏有个特点 你拿多少钱来赌 赢了以后呢 赌场会赔你多少钱 不会出现像老虎记忆 或者买彩票一样 以小不大的这种情况 而且我知道站在赌场的角度 因为让你先翻牌 你有可能会大于21点先爆掉 所以说赌场每次的盈率 都是大于50%的 大点不多 不会超过51% 但是就是比赌徒高这么一点点的盈率 已经能够保证 长期来说赌场的每一台的21点桌子都是挣钱 去之前呢 我再想一个问题 那可不可以赌一笔大的呢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富翁 你拿着你的全部生加 比方说1000个亿吧 去21点的桌子和赌场说 我就赌这么一把21点 你是不是有可能有接近50%的概率 把你的身家给翻倍变成2000个亿 这样的话让赌场破产呢 不过我去了拉斯维加斯以后呢 我才发现我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每个21点的桌子前面都立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上了最大单笔下注是多少 比方说就是5000块 所以说还是赌场精明啊 你拿你的1000个亿的身家分成无数笔5000块 去和赌场赌21点 在人家高于50%的单次的胜率的情况下 长期来看啊 你的全部身家1000个亿都会输给赌场 对吧 所以说这一次的拉斯维加斯之行呢 也让我明白了赌场的21点桌子 长期都是挣钱的原理 让我也有了新的感悟 我们在二级市场上做投资 是不是也可以设计这样的赌场的模式呢 比方说我让我每次的胜率都成为大概率 这点呢其实容易做啊 比方说我看多一个票 我不去赌这个票未来一定会涨 而是赌它不大跌 那么呢 我的胜率肯定就要比赌它涨的这个概率要高 对吧 但是这种赌法呢 可能回报呢会比较低 你需要用到杠杆才能保证和赌场的人呢 差不多同样的预期汇报 而用到杠杆呢 可能又会让我亏损很多 那有没有可能我把我的最大的亏损 像21点桌子这样 也是限制住了把他的比数做多 这不就是一个挣钱的模式吗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答案是可以的啊 我在我的理财圈子里面 也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详细交流和算法的细节 欢迎大家关注并交流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